第五章第五节 驻坡 Standing Wave 在戒指里面 一个平面坡 如果它的入射坡 与反射坡同时存在一个戒指里面 那么合成以后 有可能就形成一种驻坡 我们现在假定有一个X偏正 朝正Z方向传播的电磁波 它的电场的向量形式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它的副正幅 这是它的Face Factor 这是正方向传播了 这向副方向传播了 两个同时存在 那么这个合成坡就是两个坡相加 那我们把这一项 因为大家都有这 我们把这一项提出来 那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变成入射坡 乘三括弧1加加玛Z 那么H厂也是一样 如果电场是X偏正 那么磁场就是Y偏正 因为它是向Z方向心境 好 我们假定它的入射坡是这样子 反射坡是这样子 那么H0 plus它跟E0 plus有这个关系 这一项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整个提出来 里头就变成 因为你这个负号 这个往负方向传播的H厂 天生就有一个负号 就说我们在求它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负号 这个不要忘记 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 你改成电场的话 它会有一个负号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这个式子里面伽玛 传播常数 它是等于α加Jβ 这有以前我们讲过 如果我们只讨论 铸坡的总电场 跟总磁场的大小 我们只管它的大小 不管它的face 那么入射坡的大小 就是这个 绝对值 取绝对值 那么这边也取绝对值 这边呢 取绝对值的话 那么这个有face 所以我们要取绝对值 那么这个里头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 exponential-alphaZ就好了 β我们就不要了 那一下 那这个我们也取绝对值 h厂也是一样 h厂也是一样 那前面这个 去电场取绝对值 这个取αZ 这个是负的 γZ 那么因为现在的eta heta 它 这个地方我们取的是 有绝对值嘛 所以它就 β那项就没有了 只有αZ存在 当没有借值的 这个借值是无耗笋的时候 就是说 它是纯的借电值 理想借电值 那么这个时候 γZ等于Jβ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石子 那γ就变成Jβ就好了 那么这个 也是一样 把γ变成Jβ就好了 其他都跟它一样 那么H厂也是一样 只要把γ变成Jβ就行了 这是无耗笋借值 铸坡的电场与磁场 随时间变化的倾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铸坡 铸坡它就是 这个坡跟行进坡不一样 它的坡风 不会往这边移动 它只在 就是说这个电场 不是个常数 它最大的振幅就是这里 它就在这个当中振荡 那这一边呢 振荡的方 同一个时间 振荡的方向 跟这个正好相反 它往这边振荡 这边就是往这边振荡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坡慢慢变小 有没有 变成零 然后变成负的 又变成最大 就是正坡 如果是一条旋的话呢 旋的震荡 因为我们眼睛 有视觉占流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影像我们可以储存在 可以储存下来 就是我们看得见 它这样震荡的时候 它的坡包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模模糊糊的印象 整个坡包 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驻波里面最大的电厂 与最小的电厂的比值 我们称它叫做驻波比 就是这个驻波 它电厂最大的时候 跟电厂最小的时候 这个震荡的时候的比值 那么我们称它叫做驻波比 因为我们一般化驻波 通常都是有 有波富 有波节 对不对 波节就是零 它实际上不见得 它波富 当然是鼓起来的 波节呢 不见得两个 不见得是零 它可能是比零大一点点 所以它的政府 有最大有最小 那么最大的电厂 跟最小的电厂的比值 我们就称它叫做 standing wave ratio 这个叫standing wave ratio 驻波比 有的书上就是写standing wave ratio 三个这个接写 有的只写S 我们都要认识 而这个值呢 正好就是电厂的极大值 跟电厂的极小值 的比值 那么我们试这里 这个e-maxima 就是最大的电厂 加上最大的 就是你这个波在进行 有入射波 有反射波 对不对 在某一个地方 如果入射波 跟反射波 正好是 相加的时候 就是说它的政府 跟它的政府 是加起来的 那个位置 它就是最大的电厂 因为两个电厂 加起来 如果是遇到一个是 入射波是政府 朝政的 这个反射波 确实跟它的相位相反 那这个时候相加 就是相减的 那这个时候呢 最minimum就是 因为它减掉一个大的值 所以就变成这个最小值 因此著波笔呢 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把这个带到这里 这一项带到这里 也可以用h常 the plus 跟h常的政府 副政府跟h常 这个政府的加 跟政府的相减 比值 也就是h maxima b3h minima 所以在五号顺的戒指中 电厂的绝对值就是大小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 可以写成 e plus e plus 乘上这个 就是整个的一个绝对值就对了 整个这个实质我们取绝对值 这个实质取绝对值的话 那我们会看到 这个就是零了 因为它是纯虚数 这一项我们要取绝对值 还有 这一项取绝对值 就是说这个就等于这个 那h常也是一样 你整个取绝对值的话 你整个取绝对值的话 这个就不要取了 那最后就变成 这一项的绝对值 称上 e渐伽玛的绝对值 好 朱破笔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就是变成 e加 gama z取绝对值 这个 minimum 就是1减 gama z 我们从前面的1跟1的式子 我们可以知道 它就是这个笔值 那这个笔值呢 那因为这个1它是一个实数 所以我们就是加的话 这个如果它要加上这个 它加这个的绝对值是正的话 那一定是1加上这个 这个因为这样子干嘛去正好吗 加起来就是最大 如果是minimum的话呢 那就是1减掉 gama的绝对值 你减到它就是 就是 就是最小了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好 用朱破笔S 因为这个是用gama 来表示S 反过来呢 我们也可以用S来表示 gama gama的绝对值 从这个式子 你把这个乘过来 把gama求出来 它是S减1 overS加1 那因为gama是这个值 而S呢 它是介于一根无穷大之间 一根无穷大之间 因为你如果入射波 是最大的地方 那么反射波也是最大 不过它相差180度 合成就是零 因此那个时候的电厂就是零 那你最大电厂值 两个 极大值 相加 绝对是相加 那一笔就是 笔上零就是最大值 ok 那么 最小就是 就是一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gama值 它是介于 一根零之间 一根零之间 因为这个 这个如果是 一的话 那就是无穷大 如果这个是 零的话呢 那就是一 就是一 ok 那么 我们 就是 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 看出 s 字的 范围 kama就是 反射系数 你全部都穿过去 kama就是零 全部反射 kama就等于一 所以你用 零带 或者用一带 就可以得到 这两个数字 例如 反射系数的大小 我们现在看一个立体 有一个 有一个坡 它反射 它反射 系数 大小 是0.2 那就是 20% 是反射的 那么 它的s呢 就等于 带这个式子 1加 gamma 绝对值 1减 gamma绝对值 就等于 1加0.2 1减 0.2 就等于 1.5 好 我们看 第五个立体 在无耗损区 无耗损的接电子 向前方 发射的行进坡 正幅是这么大 它的反射坡呢 正幅是100个 米 100个Volts per meter 反射只有 20个Volts per meter 求这个坡的 助坡比 那么 最大的坡 最大的 入射坡 加上最大的 反射坡 就是最大的 就是合成了 以后就是 总坡的最大值 最大的 入射坡 我减掉最大的 反射坡的电场值 就是合成坡的值 这是最小的 100Volts per meter 加20Volts per meter 这是100个Volts per meter 减乎20个Volts per meter 就等于1.5 好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我们用伽玛 先求伽玛 伽玛的绝对值 伽玛的绝对值 因为伽玛就是这个东西 本来这里有个帽子 那取绝对值以后就没有了 就说现在是纯的伽玛 它的大小 那就是这个大小 10-的大小 跟10-plus的大小 比值0.2 然后再把这个 带到注波比里面去 这就等于 1加伽玛 1加0.2 1-伽玛绝对值 1-0.2 比1比 1.2比0.8就是1.5 由于注波比的范围 太大了 它是从0到无穷大 所以注波比呢 就好像我们 电学里面的电阻 一个电阻器的电阻 它最大可以是无穷大 就是断路的时候 最小可以变 就是0 就是短路的时候 那么这个当中 0到无穷大这个当中 它的欧姆值 你不能够用等长度的这个刻度 等间隔的刻度来表示 我们通常都是用什么 用这个分配数 分配数来表示 各位可以看三用电表 电阻那个地方 不像电压 不像电压跟电流 它的间隔都是相等的 电位跟电流 但是这个不是 欧姆呢 它是一个一个越来越大 那这个就是 它用分配数来表示 S是这个 它用这个来表示 20乘上logger以10为底的 logger乘上S 这样表示 因为这样子 你的数字就不会太大 要不然你0到无穷大当中 你怎么表示 这个当中很大的数字 好 第六题 当S的有2的时候 求助波比的分配数 其反射系数 伽玛的大小 你先求它的分配数 分配数就是20乘上logger 以10为底的loggerS 那我们就把2带进来 2带进来 那你可以 在计算机上面算出 logger2等于多少 再乘上20 这个就是它的分配数 你知道S了以后 你知道S 你当然可以求 它的反射系数 反射系数 绝对值得于S减一 overS加一 那你就把这个带进去 它的大小 这就是指 伽玛的大小 是三分之一 好 这一题是说 有一个波 它的 Standing Wave Ratio 是两个dB 两个分配数 求这个S是多少 S求出来 再求它的反射系数 好 那我们说 这个就是S的分配数 它是两个dB dB是一个单位了 好 那么我们 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变成S 你这个先约掉 20跟2月 就变成0.1了 这边 这个1月 这边就变成0.1了 所以logger 10为底的S 等于0.1的话 那这个就是 10的0.1次方 是1.06 S求出来 我们带到这个数字里面 来求反射系数的大小 你带进去 就是0.1 1 OK 底下我们要介绍 电磁功率流 电磁功率流 Electromagnetic power flow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介质 这个第一个介质 它是μ1 Epsilon 1 Eta 1 这是第二个介质 μ2 Epsilon 2 Eta 2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 入射波 这是入射波 进来 到了这个介面呢 有一部分反射 这个是反射波 这个是穿射波 穿射波 OK 我们假定说 两个都是无耗顺介质 两个 因为它都没有写 Sigma等于多少 无耗顺 介质1的波函数 我们假定是这个 X偏证 电厂是X偏证 政府大小是10 I是代表incident wave 入射波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 β 是一个 它的向常数 然后这个是1加 这是1加γ γ就等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 也是一样 这本来是γx γx 那么我们把它提出来 就是 这就是 本来这里有 J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J Beta Z 提出一个这个来 它就变成两倍的 H是这个字 它的政府跟这个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 这是入射波 入射波 那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它有一部分穿射 穿射波 我们假设它还是X偏证 它的政府是XOT 它现在是往这边去 不再回来 所以它没有γ它只有向右方传播的一个face 那么这个值 也可以写成什么呢 就是EOT也可以写成TALK E-O-I 对不对 因为TALK TAU不是TAU TAU TAU是等于 穿射的政府 电传政府 比上入射的电传政府 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的 H2 你知道这个 H2就是被A2来除了 这是介质2 然后介质1 这是我们刚刚写的 介质1 它的功率流 这里都是功率流 那它就是等于SE 我们写复数形态的 二分之一real E1 cross H1 plus H1 plus 那你把这个取 取它的 不是H1 plus Star H1 star 就是它的complex conjugate complex conjugate 你一取的话 假如这个都是实数的话 那么只有这个 这个变成正的 这个变成负的 就是有虚数的地方 变一个号 就是complex conjugate 所以这个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AX Cross AY先把这个方向弄好 这就是AZ 这个 不需要去 复数 不需要去complex conjugate 这个称在一起 变成这个 然后 你的real 这一下 称上这个 去complex conjugate 这个正的 这个变成负的 你把这个展开 你把这个展开 首先这个 最像成这个 等于1了 那就剩下这两个 这两个 我们这两个 括弧相称 1乘1 然后这个乘这个 负γm平方 这个一乘起来 也等于1 所以就是1减γm平方 再加上1乘这个 再加上1乘这个 减掉1乘这一项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说 这个exponential jβ1z 减β1z次方 减掉exponential 负j2β1z次方 这个可以变成 两倍的j sin这个字 你现在取real 那这一项是 imaginary就不要了 这个是real 就取这个 所以 第一区的平均功率流 就等于 这个 第一区的平均功率流 好 我们看第二区 第二区的电场是这个 h3球出来 这个被h2来处 然后我们看它的 平均功率流 二分之一 成为real z2成为这个complex conjugate 它就对二分之一 real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 后面这个呢 要去complex conjugate 这个就变成 我们现在这里还没有去 就打个信号 那将来 打个信号以后啊 实际上就是这个 变成正的 所以这两个一层呢 这个变成1了 对不对 那就是二分之一 axxxayaz eoi平方 a2 然后这个 tau平方 这个象征就变成1了 由于这两个介质啊 都是无耗损 就电磁波在里面啊 它的能量不会耗损了 所以说 它有多少能量流过去 就一定全部都进入s2 到戒指2 所以戒指1跟戒指2功率的话 应该相等 平均值应该相等 那这个 是第一区的 这个是第二区的 相等 我们把 我们把 这个 约掉 eoi 二约掉 我们就得 1-1 得一个关系是 就是1-γ平方 要等于 eta1 over eta2的 托平方 这就是 在 两个区域 两个五号损的 接电子里面 穿波的电子波 它的反射系数 跟穿射系数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底下我们就介绍 总电厂 总主抗 总的厂主抗 那么 它很有用 那现在我们看看 怎么计算法 这是一种 X偏证 从Z方向转播的 电子波 它的电厂 电厂 这是X偏证 它可以写成 副正弗 乘上这个 这也是副正弗 乘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一项 全部提出来 就变成 1加 GammaZ HY呢 就是它的 磁场 磁场 我们知道 10是 10 plus H0 plus 等于10 plus over eta 这个是等于负的 负的 于是 这里有一个负号 这个是等于负的 10 minus over eta 这是电厂 这是电厂 这是HX HX是 Y方向震荡的 长组抗 根据我们前面 给长组抗的定义 就是这两个的笔值 对不对 这两个笔值 一笔 那 10消掉了 就是 Eta 1加 GammaZ over 1减 GammaZ 这就是 长组抗 OK 这是定义 我们 前面已经介绍过 多层 在多层 穿色反射的时候 我们介绍过这个 无边界的介质内 这是长组抗 现在我们看 在一个边界 在一个介质里头 没有边界 电子波 一穿波 它就不会反射回来 所以它的反射系数 等于零 假设波是源正方向穿波的时候 H plus等于这个 长组抗就是 Z 是这个比这个值 也就是E plus 它是这个比这个 那就是E plus 比上H plus 就等于Eta 如果是源负方向穿波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 你这个值 就是要等于负的 E X minus over Eta 所以它的长组抗 也是这个比值 它就等于负Eta 等于负Eta 我们现在就要看了 在两个无耗损界质中 行进的长组抗 界质一的总电厂 总磁场是这个 假定是这个 这个已知 那界负二 界负一的 这个H厂 各位知道 这里是一个简号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E O I over A的I 其他 一样就是这里一个负号 第一句的总长组抗 第一句的总长组抗 就是这个 被这个组 按照它的定义 这两个一除 就变成这样子 前面我们是把这个提出来了 我们现在不提它 就变成这样子 现在我们说 左方 Z等于零的左方 在Z等于负L处的主抗 当这个Z等于负L的时候 那你这个值也要负L 那你这个Z等于负L代几句 就是这个值 那么我们将Gamma 它是等于这个值 反射系数 带到这个式 于是总的长组抗 就可以写成 这种形态 这个ETA1 Gamma等于这个代几句 然后你再把它通分一下 然后 这个 你可以把它变成 这个可以变成cos betaL加上 JsinbetaL 这个cosinbetaL beta1L 减着Jsinbeta1L 等等带进去 可以化成这样子 我们就不去化它 它就是可以化成这样的形式 这是第一声 等等我们 刚刚我们是说 在Z等于0 左边 Z等于负L这个地方 它的总长组抗 我们可以写成刚刚那个形态 现在我们看 这个值就是我们刚刚写的 在Z等于0的左方 负L Meter的地方 它的总的长组抗 可以写成这个 当然这是第一区了 搞错了 我们把这个推演下去 如果我们看这一边 看这个介质 刚刚是这个介质跟这个介质 两个介质 现在你就看 这个介质跟这个介质 好 那你就在 我们说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的长组抗 等于什么 Z等于Z2 0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带这个 如果这个好像是介质1一样 这个就是在 这个界面 左边 L圆的地方 负L圆 现在是左边 负D圆的地方 所以这个L就是D了 我们把它带进去 那 ETA1 本来是这个区域 就是ETA1 那这个 它要用到第二个区域 那就是说ETA1 现在我们变成ETA2 那ETA2呢 现在就把它变成ETA3 你把这个 变一变 就是这个字 就是我们把这个数字 把它推演一下 推演一下 就是现在 这个是 0 就是距离这里 负低远的地方 负低远的地方 这L就等于D 那你这个L就用D来带 那其他的 1就用2 2就用3来带 好 现在我们看 一个例题 有一层 界电子 它固有的波阻抗式 是这个ETA2 ETA2 厚为D 它的厚度是D 把它放在 两个戒指 戒指1跟戒指3 之间 那这三个戒指 材料都不一样 这Epsilon1 Mu1 这是Epsilon2 Mu2 这个是Epsilon3 Mu3 那这个波就是 你入射以后 一部分反射 一部分穿射 穿射波 再一部分穿射到地 三戒指 一部分再反射回来 等等 那现在我们要问 如果我们要使 戒指1 垂直 向戒指2 的均匀 电磁波 射向 就是从戒指1 射向戒指2的 均匀平面电磁波 没有反射 那么问你这个 这个戒指要多厚 它的 Eta 要等于 等于什么 固有的 波足亢 要等于多少 就是要求这个问题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 这个其实可以像一个 眼睛的薄墨 薄墨 这后面就是 玻璃 这个就是 空气 我们希望 空气进来的 波 比如说太阳光 第一层 没有反射 就让它全部进来 这增加它的 intensity 还有一种就是说 第一层 让它没有反射 我看看 一层 戒指3 戒指2的 没有反射 就是进来 第二种就是 就是说 它 这里全部反射 都不让它进来 比如说 你要过滤 这个紫外光 你要图的这个 要一层 coding 要一层薄墨 涂上去 那你薄墨的 它的戒指 ETA2 或者 Epsilon 2 Mu2 是多少 D是多少 那现在我们是说 太阳光进来 没有反射 全部进过去 就是让我们 可见光的亮度 能够亮一点 通常这个都是在这个 很暗的地方 你的镜头 进来的光已经很少了 你不要让它再反射 这个时候 涂的一层coding 像这个望远镜 晚上在看 你白天天上那么亮 你怎么看得到 外面的星星呢 那么星星那么远 它传过来的亮度 intensity很小 你不能再让它反射了 所以通常有一层coding 还有就是显微镜 显微镜的这个雾镜 小得不得了 跟一个绿豆一样大 进来的光就很少 你不希望它再反射掉 也有成coding 我们现在要问 这层要多少 它的厚度多大 它接着参数是多大 或者ETA2是多大 这里进来的波没有反射 我们假设在介质一没有反射 所以在 这是Z等于2 Z等于0了 不是X等于0 Z等于0的界面上 Gamma0等于0 Z等于0 不是X等于0 现在有这个 Gamma1等于 这个值 那就是Z等于0 那就是Z等于0 Z等于0 这个也是0 Z Gamma1 0等于0 这个等于1 那就是Gamma1等于0 这一层的反射的反射系数大小是0 我们把Gamma1带到这个里头去 求这个界面的总场主抗带这个公式 我们还是用Z等于0 Z等于0 Z等于0 那这个是0 那就是ETA1 所以Z1 0就等于ETA1 等于这个界质的 波的固有主抗 然后我们有两个界质界面的这个总场主抗示 相连续 所以我们也说 Z1等于Z10等于ETA1 Z20也等于ETA1 因为它相连续 好 现在我们就把 Z20 我们刚刚不是导了一个这样的式子吗 对不对 这一层的总场主抗 用这个式子表示出来 这我们刚刚导过了 它要等于ETA1 就是这个值 要等于ETA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等式两边都成一个分母这个值 于是 这一项等于这一项 就变成这个值 你看 这个乘过来 成ETA1 那等于ETA2 成这个 这个式子里面有 两边都是有实数部分 有虚数部分 实数部分跟虚数部分 所以实数部分等于实数部分 虚数部分等于虚数部分 这是两个复数相等 是只有这个关系 所以实数部分 ETA2 ETA3 cosin beta2 那对于ETA1 ETA2 cosin beta2d 那ETA2都约掉了 所以就是这个式子 我们令它叫做A式 好 再来 虚数部分要相等 那就变成ETA2平方 这个值 要是ETA1 乘ETA3 乘ETA2d 这个算是第二个式子 B式 好 我们现在说 要满足 A式里头的 A式 那这个式子 所需要的条件 它要等于它的话 它有什么条件呢 一个条件就是 假如 A3 不等于A1 这两个不是零的话 就是这两个 相等 不相等 这两个不相等 那就不会是零了 零的话就是 两个一定相等 那你这个要等于它 那只有什么 最相等于零 最相等于零 如果这两个都相等 两个相等 可以约掉 那就是 cos beta d 不等于零 有这两个种可能 现在我们看 假如是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 那么 它等于零 那就 Beta 2d 要等于2π Beta 2是2π Lamina 2 乘低 整个值要等于 2π的奇数倍 N是等于 N是等于整数 从这里我们可以算出来 D等于什么 这个 排阅的就变成 2N加1 乘上4分之Lamina 2 N是0123 因为cos beta 2d 等于零 因为你现在是 说它等于零了 那这个一定不会等于零 这个是零的话 这个不会是零 这个应该是最大值一 它不会等于零 所以我们把这个值 带到这个值子里面来 这是B4 B4 这个不是零了 所以A2 这个不是零了 那不是零的话呢 就是说这些也不是零 这个也不是零 那你这个值子 等于这个值子的话 两个都不是 你可以约掉了 就变成A2 等于A1 等于A3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条件下 D要等于这么大 A2呢 是A1和A3的几何平均值 如果这个不等于零 A是里头 这个不等于零 那么就是A3 等于A1 我们把这个 第二诗 如果是这样的话 A3等于A1 因为这个 像这样的条件 A3等于A1 它要等于这个两个相乘 要等于A2平方 那就是说 这两个都要等于A2 这个条件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坡 在三个戒指里面传播 其实是在一个戒指 因为它的固有指 主看都一样 这个没有意思 那我没有戴眼镜 当然不过全部 全部进到我眼镜 它不会反射 这个没有意思 或者是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是说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如果等于零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βD要等于Nπ D就是等于 N乘上2 分析Lamina2 因为这个是2π over Lamina2 所以厚度就是这么厚 等于第二个戒指 第二个戒指 它的这个颇长的 二分之一倍的整数倍 所以从以上的分析 我们就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当ETA3等于ETA1 不等于ETA2 就是这个镜片 前后两个戒指 可以是相同 但第二个戒指不同 那这个时候 第一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戒指一与戒指三的 波主抗 相等的时候 戒指二的厚度 是半波长的整数倍 如果ETA3不等于ETA1 就三个区域的 固有波主抗都不相同 那么第二个区域的 波主抗 波的固有主抗 要等于这两个区域的 固有波主抗的 集合平均数 而这个时候的镜片 要它的波长是 四分之一波长的 基数倍 戒指二是固有波主抗 需为戒指一与戒指三 波主抗之 固有波主抗的 集合平均数 还有戒指二的厚度 是那个区域的波长 戒指二的波长 它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波长的 集数倍 以上是我们把 第五章介绍完了 第五章 那我们现在就 继续看这个 第六章 好